近期天气阴雨不断 气温也逐步的下滑 流感的流行期也接着来到了 根据卫生局的统计 免费流感疫苗从10月初开打到现在 已经有超过11万剂的施打量 比例大约占了两成 但也表示还有许多符合接种资格的对象 没有来施打 卫生局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施打 才能够及时的发挥保护力 最近季节转换的感觉越来越明显 这时候也往往最容易感冒 尤其流感来势汹汹 选择及早施打疫苗 是多数人保护自己 不受流感侵袭的最佳选择 众人排队等待施打 就是希望能够及时获得疫苗保护 以前在医院服务 做志工服务就打了 流感就打了 流感差不多 你没打就没有抵抗力了 真的很好 所以每年都会打 免费流感疫苗10月1号开打 在桃园市采购56万多剂的疫苗中 已经用掉11万多 比例跟往年差不多 今年免费对象也新增 家中有6个月以下婴儿的家长 以及幼托机构的幼保员 卫生局估计免费疫苗数量足够 呼吁符合对象的民众把握时间施打 那在50岁以上的朋友们 还有在这个护理机构的安养机构的市民 都是符合这个施打接种的对象 那特别在今年呢 在这个家里如果有6个月内婴儿的这个父母 也是在施打的范围 还有幼儿园的这个托育机构的专业的老师 也是在这个施打的范围 呼吁所有的市民朋友 因为在施打疫苗必须会有两个礼拜之后 才会产生保护力 所以呢能够再尽早施打 来保护自身的这个健康 每年的流感流行期 大约都从11月开始进入高峰 也不时传出有人因为流感 引发重症的消息 为了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还是要赶紧施打疫苗 好文有线新闻 林德操桃园采访报导